真的內行就可以看我們在巴黎島 打麻將那一張 可是那照片不是一般手機照片 那是專業照相機 真的內行就可以看我們在巴黎島 打麻將那一張 右手做的我太太左手做的我的兒子 可是那照片不是一般手機照的 現在是人手一機 正常情況大部分人 基於好玩好奇 或者留作紀念都是用手機照的 可是那兩張照片的畫素非常清楚 那是專業照相機 是有朋友提醒我 我才驚覺 這不是一般手機照的 當然 朋友就說這是不是有人在跟蹤啊 是不是怎麼樣 所以我當然希望不要這樣 國家機器國家的資源不要這樣濫用 一路這樣盯著高雄市市長 目的不在 可是這個照片大家仔細去看 不是手機照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很多人心裡面起移動 甚至新聞界朋友說 他覺得全身雞皮疙瘩都起來 怎麼會被跟蹤的這麼厲害 現在韓國瑜從頭到尾 一天二十四小時被解決 而且過年春節 我想我在高雄市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這什麼意思 我當高雄市長 來到高雄 在高雄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沒有一場堵過過 這是非常清楚的 韓國瑜市長早上說 這不像是 手機拍的 像是專業的機器拍的 那他也提到說 像是國家機器在監控他一樣 這一張照片 就是提供給我照片的人 他自己本身的手機 所拍下照片 可以看到他提供的照片呢 就在手機裡面 而且這邊時間顯示得非常清楚 是2019年2月4號23點32分 這是真真確確 真真實實 有手機拍的照片 當時這個跟我陳述 當時他所見的事實的 這一個人 他當時看到的是 韓國瑜市長跟 許淑華委員 一起在那邊打麻將 那他當時跟我講的是說 旁邊兩個人他是不認識的 是後來是因為 大家經過媒體查證 才知道說是 許委員的男朋友 跟韓市長的兒子 我是再次的詢問他 他所看來確實是韓市長嗎 他說對 因為他坐在那個沙發去 他跟家人之間在小酌聊天 看到韓市長走過去 那他就順手拍了一下 他確定那是韓市長 他也跟我提到說 他知道韓市長去的時間 是在2月3號 那他自己也陳述說 他是2月4號去的 他說韓市長是在前一天去的 所以各種他所談的東西 我都有進一步查證 從時間點等等的 來跟他做確認 是從小人逐漢 是從小方向來 是從小方向來 是從小方向來